大家好,我是Panel笨蛋,大家好,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 我的每週個人遊戲記錄 2013年第24週 關禮啦,一開始先說MAS EFFECT 2 因為要玩MAS EFFECT 3,所以要玩MAS EFFECT 2 拿回一個完整的save 已經找齊隊友,除了剩下最後一個 因為最後一個一拿之後,就差不多要跟著做爆機的任務 所以那一段時間才會去找 故事方面,去到中段玩了一關 我記得中間應該是遊戲 其中一關最難玩的故事任務 某程度上,因為有些隊友比較豬 在影片上你會看到 叫他們走這裡,他們就不太懂得找Cover 這個地方稍微逼一點,他們就... 就是對個人空間那個很著緊的 他們稍微逼一點,三個人是不可以逼在這個位置 就會很奮勇,有個就自己標了出去 叫他們移過來,他又很固定的不走那條路 要繞另一邊,結果死了又死 所以在這裡,就算是之前玩過這麼多次 還是死了兩次才完成 及後呢,就會完成其他隊友的所謂Loyalty Quest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會有個人的問題 在你去做那個拯救世界任務之前 希望你可以幫忙解決 那你做了之後呢 他們就會變成忠誠的朋友 所以會多一招技能 很多時候多一招技能 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會做些Loyalty Quest 才去繼續這個故事 Mass Effect 2說完就說3 由於... 角色都開啟了不少 所以今個星期其實 花錢比較多在開啟武器之上 所以... 新角色就不是有很多 一招是不關掉就... 我在同一個版本裡 是解放了兩隻弦的 一隻是Colarian的 他的技能 最多我以前的角色都沒有 就是Energy... Energy... Drink.... 不是Drink 不是裡面的能量 是可以去... 吸取別人的能量 可以吸取別人的Shield 還有BARRIER可以補充自己的盾 但這招對著沒有SHIELD或BARRIER的敵人是沒用的 但也蠻霸道的 因為很多敵人也有SHIELD或BARRIER 而且一下子吸了人的盾 我猜高一點的難度一下子吸不完 但吸的量也蠻大 所以拔掉人的盾 省了很多功夫 另外有我之前的BARRIER的DECAY可以放出分身 SALARIAN在MAS EFFECT的世界是一個比較聰明的民族 身體不算很強壯 但是一個比較聰明的科學家的民族 所以他一招都比較聰明 有DECAY 有Energy Drain 還有一支Incinerator 其他人也有的 防火燒人 所以就意外地硬正的一隻class 才可以吸人盾 又有DECAY 幫他引開敵人的注意 第二隻Unlock了 另一隻Engineer就是Korian Korian之前見過的 那...Korian Engineer本來... 比較突出的就是TURRENT 但我之前有另一隻class 那隻...TURRENT 都已經有這招了 我第一次玩這隻class的時候 進來這個遊戲比較搞笑 因為其他另外有一隻Gath 另外有一隻... 忘記了什麼Engineer 總之有三個Engineer 或者有三個class 都是可以丟炮台出來的 搞到地圖就這裡有個炮台 那裡有個炮台 那... 都不需要我們怎樣打什麼 那些炮台都殺減不少的敵人 那上次TURRENT就弄了一個噴火的炮台 那次就弄... 那次這隻Korian呢 我就弄了一個... 放火箭炮的炮台 那遠距離可以射人 攻擊都OK的 我發現他 那另外兩招呢 就是Incinerate 還有Cryro Glass 一招是放火少爺 一招是放冰去冰去冰著對手 真是... 所謂的冰火絕技 新character unlock不到什麼 但是就不斷 unlock這隻Turian Soldier 我不知道想怎樣 所以搞到... 由於如果那個class已經 unlock了 你再抽到他 就會 unlock其他一些顏色的option 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隻Turian Soldier 我都不是怎樣用的 但是就已經 unlock了 所有改顏色的... option出來 連新的燈 每一個parts 都可以改顏色 最後的option 竟然是改他的膚色 但是改了都不見得有什麼大分別 而且有誰會看到呢 真是非常騙錢的 Mars Effect 3 之後呢 講一下這隻Uplink Uplink是一隻做Hacker的遊戲 我之前... 在一些減價的package裡 就已經買了 玩過 但是不是很明白 直到早前呢 我朋友不知為什麼 突然之間找他這隻遊戲 來玩 他非常喜歡 那... 在他玩熟了之後呢 我就請教他 究竟怎樣玩 那我才比較理解 這隻遊戲究竟是怎樣玩 那畫面所見 基本上這隻遊戲 大部份時間 就是對著一個系統的了 一個... 一個Window After Window After Window 開很多個視窗出來 那你做一個黑客 會接一些工作 然後去其他伺服 可能是偷一下 或是剪輯一下 後期又會難些 要你去更改一些 可能更改一些 履歷啊 那明白了怎樣玩之後 我再回去玩過呢 的確是... 有他的獨特之處 因為市面上 做Hacker的遊戲 我想都不多啦 但或者始終我都不是一個Hacker的材料 或者我不是一個... 很好的... 文書處理的人員 對著... 好像... 對著... 一大個... 這樣... 很Office的畫面 我就... 始終覺得他比較重重覆覆 不重覆的呢 就是... Guild Wars 2 剛剛一個星期呢 還是之前呢 我也不知道 多得朋友告訴我 我才... 回去看看 就... 出了一個... 叫做... Dragon Flashing 打龍的節日啊 跟我們的端午節 打龍舟是不是有些關係呢 我都不知道去哪裡想出來的 其實... 但這個節日呢 活動都很豐富的 包括打龍狀的Piata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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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就打爛他 跟著lica� 不知是一個什麼暫粽 它... 那就是 這麼誇張的Piata 然後有... 啊... 蔡雞啦 那些好像... 這是好像很大的 柔ро 跟火雞的... 叫做Mooros TV 每一隻字 這些... 遊戲呢 都種類似獄太久的生物 不對 蔡雞 不知道是不是就... 目標在パton 還有這個幻彩泳Lion Arch 因為Lion Arch就是主城 它有Holograph的飛龍 從天上飛來飛去 都蠻高科技 說到可以玩的就是Dragon Ball Dragon Ball不是龍珠 我最初一看都以為 蛤?關龍珠什麼事呢? 其實是另類PVP遊戲 大家進去就會分成兩隊 目標是怎樣去打贏對手 誰拿到500分就贏了 一開始就只有很差的攻擊 只可以丟一個火球 但在地圖上會有龍珠 就是Dragon Ball紅色的光球 你吃了就會學到更多技能 可以放冰的陷阱在地上 或者放大範圍的火球 或者起雙腳 還有淺藍色的補血光球 這個輕輕鬆鬆的PVP 就沒有什麼前因沒有什麼後果 純粹輕鬆一下進去 玩起來又沒有什麼壓力 都蠻有趣 那Gill Wars 2這隻免月費的 網絡遊戲 就繼續在大時大節出一些新的東西 吸引一些玩家去玩一下見識一下 接著要說是Magic The Gathering 這隻Duals of the Planeswalker 我之前也有推出過一些影片 雖然都停了一段時間 由於2014的版本 6月27日就會推出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就快快脆脆 希望可以盡量開啟 其他deck的一些我還沒開啟的卡 因為推出了14版本 你也很難回去玩13版本 那新版本 照例會有全新的deck 那... 這一代14他們說 終於會出一個模式 就是... 可以讓你自由去砌你的deck 那... 這件事我想我等遊戲出了 再跟大家說 我應該會拍影片說一下 週中繼續玩了少量的DOTA 2 DOTA 2和LOL之間 其實看到LOL有一些新的Heroes 我都沒用過 我都有考慮過好不好 可以玩一下呢 但是... 在LOL和DOTA 2之間 始終我想DOTA 2對於我來說 新鮮感比較大 很多系統上的東西我都沒摸動 那玩起來呢 感覺上自己每一場的進步都比較大 所以那個... 感覺就良好一點 比較吸引一點 所以呢... 就... 繼續是... 少量少量的玩一下 有很多Heroes 純粹以... 看看Heroes的玩法 這個取向來玩呢 也有時間可以玩 那我的確是一個... 很喜歡... 每一個... 英雄人物 有一些... 獨特技能 這個設定 所以呢... 其實我也蠻喜歡X-Men的 但是... 玩到DOTA 2的時候 就... 很快就發現 雖然我玩的只是對電腦的 一個medium難度 非常之簡單 真的... 新手到不新手的一個模式 但是呢... 不難發現 為什麼我之前說過 好像... LOL和DOTA 2這類遊戲 那個... community的社群 呢... 很多時候都不是太友善 這裡呢... 你會看到我出了招大絕 打到那隻 電腦差點死 咦... 跟著... 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搶到他 那隻... 最後那隻東西都是他殺的 但是這位仁興呢 就已經毫不客氣地說 不要用大絕啊 跟著就... 加上... 一句問候娘親的說話 整個... 整個遊戲呢... 他沒有跟我說過任何事情的 但我只是做了一個這樣的動作 他就... 今天及待 要問候一下我娘親 那... 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 整件事 我覺得他都可以 稍為禮貌少少的說 我都不介意 不過呢...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玩LOL 和DOTA 2這類遊戲的呢 就... 大家總不會是很禮貌的相待的 這個就是說... 這個系統的遊戲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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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大家對自己的隊友都很惡意 因為... 你的隊友稍為做了任何事情呢 對你的隊友的影響都很大 所以這也是我比較不喜歡DOTA類遊戲的其中的原因 最後又回來DESONNA 今個星期有玩到所有新片 有新片 有新片 而現在大家看到的 也不會在連載中看到的 有些我去... 玩一下東西啊 殺一下人啊 到處嘗試一下奇怪的事情 我進去GOLDEN CAT 完成了任務 這一段呢 我會分三集來出的 已經出了一集 因為我剪得比較少 也因為... 我覺得過程也挺有趣 所以就... 很多... 只是去... 整雲一下人 這樣那樣的東西 我都保留了 雖然DESONNA的影片 我知道比較少人看 但是... 希望... 仍然有看的觀眾 都真的覺得好看 那... 那... 無論一個觀眾也好 十個或一百個也好 有人看我就... 會堅持拍下去了 想當初我最初拍MAXPAN 或者FAR CRY的時候 都不知道有沒有人看 那... 就... 當... 好像當時一樣 繼續... 賺一個觀眾就是一個觀眾啊 好了 2013年第24週的 近來搞什麼 就到此為止了 忽然想起呢 我每個禮拜 跟大家說一下 我玩過什麼 搞過什麼 不如大家留下言 說一下你最近玩什麼 讓我知道一下 現在有什麼熱門遊戲 或者... 有什麼你想... 介紹一下 或者... 想看我玩 都可以留言 好 那今集到此為止 我是Panda 笨蛋 紅貓 下次再見 拜拜